我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第一 港鐵聲稱它今年有3%的票價優惠給乘客 這樣就可以抵消到加幅 但是大家要記住 這個3%的票價優惠只是半年時間而已 所以它整年的加幅仍然在 而且大家要記住 這3%的票價優惠 其實是因應早前 社會要求檢討整個可加可減機制 港鐵是為了回應市民的訴求 提出了有關的票價3%優惠的安排 所以這跟今年的加價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它之前已經答應了 是給這3%的 是因為當時的票價調整機制 它不肯去大幅度去修改 第二點我想說 其實今年港鐵的盈餘是超過160億的 在在勇這麼龐大的盈餘情況下 仍然是要加價呢 我是非常之遺憾 港鐵是絕對有能力 是凍結票價 是舒緩市民的交通負擔開支 但是它沒有這麼做 它現在提供所謂月票呀 都會票呀 或者是小巴的轉乘三毫子優惠 全部都是小恩小惠 是根本無助去舒緩市民大眾的交通負擔開支的 另一方面我也是要求港鐵 不要只是安排六巴有三毫子的轉乘優惠 你如果是想便利乘客 令乘客受惠的話 最多人搭的巴士 為什麼你不提供呢 是不是因為巴士是跟你有直接的競爭 所以你就不肯去推這個優惠給巴士公司呢 讓乘客都受惠呢 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強調 林鄭月娥在她的競選的承諾 就說會用港鐵的股息 去補貼市民的交通負擔 大家知道 之前政府收的股息是有46億的 她只是拿了20億去設立 現在的交通津貼計劃 還有20多億政府都是待待平安的 其實政府絕對有更大的空間 去用港鐵的股息呢 是舒緩市民大眾的交通開支負擔 另一方面我亦都想順帶回應了 馬時亨港鐵主席 早前在一個活動上回應傳媒 就說大家不需要問這些車輪選號的數據資料 還是有一些情緒 首先第一我認為馬時亨主席是不需要有情緒的 傳媒大眾問問題是她的天職 而這些問題亦都很合理 牽涉公共的利益 和乘客的安全 我認為以一個高透明度的原則 去處理傳媒的查詢 是應該的 她應該是開成報公 將相關選號的車輪的資料 包括這些車輪在哪裡生產 使用過多少次 車輪選號的狀況是怎樣 以及最重要 相關車輪的相片 是給傳媒看 傳媒也可以找不同的學者 專家再去評論 就不是說你不要問我這麼多 不要用一種你問問題就是擋住地球轉的心態 去回答傳媒一個合理的查詢 最後一點就是關於那個 她說的車輪偏離路軌的問題 我認為這次事件很明顯是和設計有關係的 她的承托力的問題 是令到我們很擔心 我們希望她不要只是去依賴有關的顧問公司 提供的意見或者資料 她也都要自己去獨立提一提相關的設計 是否稳妥 因為接下來會有很多乘客 可能會坐高鐵 牽涉每個乘客的人身安全 必須要很小心地去處理 OK 其實我覺得港鐵是應該凍結票價 這是最直接的 你用之前票價調整機制 答應了的半年3%的票價優惠 就說到好像我們已經因應 今年的加價又減了3% 變成好像打和一樣 這個絕對不是事實來的 那3%是一早答應了 以及那3%只是半年而已 千萬不要被誤導 其實我覺得凍結票價是最實際的 以及你只是小巴 大家要想一下 你搭完港鐵再搭小巴 是有這樣的乘客的 不是沒有的 但是更加多的是搭巴士的 為什麼巴士你不提供呢 是不是巴士跟你有直接競爭 所以你不肯做呢 OK 謝謝 謝謝 謝謝